跟大家分享一個感人的故事 有一家牛肉麵店規定說客人一定要穿西裝才可以進去用餐 小明有一天放學肚子很餓 他就去這家牛肉麵店跟老闆說 老闆我想一碗牛肉麵可不可以 老闆就說出去出去 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感動的故事 有一個仙草洞 他肚子很餓 他也去這家牛肉麵店 客人老闆說